这个表格其实我们在高的时候有给大家看过 就是呢 我的纵轴是我以分解的对象为目标 比如说我要分解碳氢化物就是糖类 我要分解蛋白质分解脂质分解核酸 它应该有哪些线体分泌的酵素来分解 所以下面就会讲它从哪里 从哪个消化线的消化煤分解 那横轴呢是指不同的位置 这个是口腔的拓现 然后这个是胃 然后这是胰胀分泌的仪役 最下面是小肠分泌的长胰 所以你从这个表格之后 你可以重着看横着看 你就可以比较出 哦原来碳水化合物要经过三个不同消化液 这个三个阶段的分解 就是拓益胰跟肠益 那蛋白质呢也是三个 但是胃胰跟肠 脂肪呢只有胰跟肠 而且肠还比较不重要 比较不重要写个小写个少 那核酸呢是胰跟肠 所以你就大概横左胖中左胖去比对 就会知道不同的营养物 会在哪个位置被分解成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表格是经过设计的 你可以重着看横着看 重着看就是 我如果你针对糖类为主 看看它的分解历程 横着看呢就是 好不好以以义来讲 义可以分解什么对象 这这这这 那就是碳水化合物可以分解 糖类可以分解 蛋白质分解 脂质分解 核酸分解 所以义义是最辛苦的一个消化液 它什么酵素几乎都有 针对这四种营养物 好 然后下面我们也提到过 我们控制你消化到消化线的四个基数 我就立下这个表 有卫密素 移密素 等纳斯洛书 跟长阴卫密素 但我们之前不是提过 你在介绍一个基数的时候 有四个指标你要掌握 它是被谁刺激 由谁分泌 作用在谁 那个对象它怎么反应 那这个表格不就是这样吗 你被谁刺激 刺激谁分泌 然后作用给谁 这个作用目标的反应是什么 它的功能是什么 那因为我们都提过 我就不再细讲了 你们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是这个因子 控制这个而成的那个反应 其实都是有准则的 但是这边你可以看到几个通则 如果是有机养分刺激你 你就是促进消化 包含刺激消化液的分泌及蠕动 但如果是因为一些酸 或者是像那个长阴纹杯素是纸 会影响你消化的 或甚至影响你恒定的 它可能就会有抑制效果 OK 所以以上这个是四大基数 跟消化线有关的四大基数的 一个补充说明